欢迎来到美厅 妈妈烧死女儿只为独占丈夫 一个家庭的灾难都源于这两种爱的错位 经常有人问 你们觉得是老公重要还是儿子重要 我想起电视剧《众万六祖》里面的一组情节 赵洪和张志华是一对夫妻 丈夫张志华出差时家中发生火灾 年仅两岁的女儿活活烧死 赵洪哭得死去活来 报警初步判断是这是一场偶发性火灾 可是后来警察听到赵洪给丈夫打电话的声音 当即就怀疑凶手很可能是赵洪 疯了吧 难道一个妈妈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 审讯之下 赵洪很爽快地承认了 对 凶手就是我 就是我把女儿烧死的 原因很简单 赵洪极度女儿分享了丈夫对他的爱 于是趁丈夫张志华出差时 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 行为令人发指 但这场悲剧背后的逻辑 不仅在电视剧里有 在现实生活中也很普遍 那就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错位 某种程度上正是丈夫张志华把亲子关系看得太重 过分忽略了妻子的感受 再加上妻子有些极端冲动之下做出祸事 现实生活中悲剧也许没有这么惨 但大大小小的暴力 争吵冷淡 皆是由于关系错位引发的 生了孩子以后就没有彼此了 不止一个人和我说过 结婚后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 生了孩子后 我们就没有彼此了 在网上看到一个事例 一对夫妻生了孩子之后 两个人聊天 一百句话里 九十九句都是孩子 剩下的都是恩 哦 好 只和两个人有关的交流 几乎为零 妻子说 即使我们待在同一个房间里 除了儿子的话题 聊上几句 此外 我们没有多余的话 哪怕一句话 丈夫下了班之后 除了打游戏 就是看电影 她特别喜欢看电影 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选自己喜欢的电影 一个人看 妻子下班之后 坐下家务 然后用手机追剧 或是刷短视频 沙发的两端 两个人都孤零零地 沉浸在自己世界里 只有当孩子放学回家 两个人才会聊起来 话题总是和孩子有关 暑假要不要报班 家长会谁去 孩子要不要去学游泳 等等 仿佛我们生活中 除了孩子 已经没有了彼此 电视剧 虎爸猫妈 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佟大为和赵薇是夫妻 生了孩子之后 一门心思扑在孩子身上 沟通少 情感也淡了 俩人决定把孩子交给老人一天 出来过二人世界 出来后 满脑子都是女儿 点餐想的是 女儿爱吃哪个 又担心女儿 会不会不喜欢爷爷奶奶家 吃不惯饭 不如多打包点带走吧 佟大为忍不住了 咱俩不是说 今天过二人世界吗 你老提倩倩干什么呀 赵薇反击 你不是也在提吗 佟大为说 咱俩现在是除了倩倩 就没什么可聊的事吗 我发现结婚以后 这三句话不离孩子 情感学家提出过一个概念 丧偶是育儿 指的是 对于夫妻来说 孩子是全部一切核心 只有当孩子出现时 才会有所谓夫妻 孩子不在 夫妻关系便名存实亡 仿佛上述那个妈妈所说 沙发的两端 两个世界 这是很多家庭的真相 夫妻关系 vs亲子关系 为什么会这样 生了孩子后 婚姻反而越走越冷漠 曾经看过一份调查 您认为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 哪个更加重要 超过七成的人 认为亲子关系更重要 上海市也做过一份类似调查 父亲和丈夫 你更看重哪个角色 母亲和妻子 你更看重哪个角色 调查结果显示 50.7%的幼儿父亲 最看重父亲的角色 29%的受访者 最看重丈夫的角色 61.8%的幼儿母亲 最看重母亲的角色 21.3% 最看重妻子的角色 换句话说 在大部分家庭中 亲子关系 大于夫妻关系 孩子 原本是夫妻相爱的产物 结果成了夫妻纽带 亲子关系 原本是夫妻关系的附着者 却成了夫妻关系的维系者 孩子成了整个家庭的核心 于是 你在很多家庭 都会听到这句话 要不是为了孩子 可能婚都离了 亲子关系 凌驾于夫妻关系之上 是导致很多婚姻悲剧 家庭悲剧的根本原因 一个家庭中 亲子关系 又与夫妻关系 造成第一个后果就是 严重的恋子情节 在网上看到一个网贴 一个女生吐槽 她妈妈对弟弟的控制 过于严重 弟弟高大帅气 三观正有魄力 是家里的顶梁柱 可今年三十一岁 依然没有找到女朋友 因为她妈妈 有非常严重的恋子情节 有一次 妈妈帮弟弟打点生意收银 因为弟弟没有来接他下班 就在家里赌气 闹 还有一次 弟弟在外 有点忙 忘记了中午叫外卖给他 这位已经五十多岁的母亲 没有自己找饭吃 而是饿了一下午 然后回家朝弟弟一顿发脾气 你怎么能忘了你老娘还没吃饭呢 有一段时间 弟弟恋爱 谈了女朋友 她妈妈就和她抱怨 自从弟弟有了女朋友 就不管她 强势参与 逼弟弟分手 每个月 都要因为几件小事 和弟弟耍性子 赌气 闹 这种行为 已经远远超出一般母亲对孩子的管控 体现出非常严重的炼子情节 我是你妈 我要独占你的爱 关心 精力 在你所作所为中 第一时间应当考虑的 就是我 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也必须第一时间考虑到我 炼子情节严重 另一面就是控制欲爆棚 不是一般的控制 而是对孩子进行三百六十度无死角 无论大事小事的控制 吃和拉撒 试试过问 前段时间 特别火的朱雨晨的妈妈 她说 她爱孩子 爱到完全没有自我 用整个生命去对待儿子的 这不是爱 这是自私 朱雨晨说 我也很累 但我很无奈 我又不能说它 对朱雨晨妈妈这类母亲来说 不是你孩子需要你 是你需要你的孩子 你需要控制她 需要霸占她的爱 精力 时间 这是自私 即使用母爱来包装 这骨子里 也是一种自私 无比自私 一个严重恋子的母亲 完全可以绑架孩子一生 把自己强行塞进她的生命里 并且霸占最重要的位置 这不是爱孩子 这是毁孩子 夫妻关系冷淡 一个家庭中 亲子关系 由于夫妻关系 造成第二个后果就是 夫妻关系冷淡 作家小鱼 写过这样一个故事 她的一位读者给她留言 老公出轨 要和我离婚 我该怎么办 这位读者是28岁的全职妈妈 丈夫创业 从一无所有到年入百万 在一开始 夫妻关系很好 很融洽 丈夫回家 偶尔会带来礼物 或是一只玫瑰花 有空了 还主动下厨做饭给她吃 生了孩子之后 她一门心思用来照顾孩子 所有的时间 精力 都用来照顾孩子 从一出生到孩子上幼儿园 她坚持要让孩子和自己睡 方便照顾 甚至把丈夫赶到书房去睡觉 并且觉得理所应当 生了孩子之后 他们的性生活频率下降很快 从一个月几次到后来 半年未必有一次 一般都是丈夫主动要求 她才会回应 心思都在孩子那里 她很少想到和丈夫亲热 慢慢的 丈夫回家时间越来越晚 有时候一整晚不回家 也从来不再有亲热的要求 一个晚上 半夜 她起床上厕所 才发现丈夫的手机在闪动 这么晚了 还有人发微信 打开一看 才发现丈夫出轨了 已经两个多月了 她全然不知 丈夫说 我不想回家 因为你总是不理我 抱怨 指责 不理解 你可能压根没时间在意我吧 她说 我要照顾孩子呀 丈夫哼地笑了一声 这笑声让她毛骨悚然 其实没什么奇怪的 这样的婚姻必然走向失败 重心全部在孩子 夫妻彼此就会忽视 冷淡 这种冷淡 就是有孩子 家才有回生 没有 家就是死寂 沉沉一片 这违背了婚姻最初的意义 陪伴 结婚本来是找个伴 结果你成了孩子的伴 伴侣缺位 情感会重新找寄托 婚姻必然走向出轨 小三 约炮 糟糕的婆媳关系 一个家庭中 亲子关系 由于夫妻关系 造成第三个后果就是 婆媳关系很糟糕 我想起很早之前 一个上过热搜的故事 一对小夫妻 杨阳和小军结婚后 打算去欧洲读蜜月 俩人都是九龄后 独生子女 自理能力比较差 婆婆实在不放心 他们俩一块单独出去旅行 于是对儿子说 带我去吧 我和你们一块去蜜月旅行 在婆婆软磨硬泡下 儿子儿媳答应了 出国没多久 杨阳就觉得很麻烦 旅行时 杨阳把一直积攒着 要买的包包 衣服都一股脑买买买了 每每此时 婆婆脸上就会露出 极其不爽的深情 还会讽刺一两句 指责杨阳就只会败家 一点不知道持家过日子 婆媳关系迅速降为冰点 这个时候 丈夫小军总是站在婆婆那边 照顾老人家情绪 更可气的是 每次杨阳和婆婆 同时买完东西出现 丈夫小军 从来只帮婆婆提东西 杨阳一个人拎着大包小包 这也就算了 蜜月旅行 本是小夫妻俩的幸福时光 可婆婆什么都要插一嘴 旅行中 去哪玩 吃些啥 都是婆婆拿主意 老公就会说 对 好 行 在巴黎 杨阳看上一款淡绿色窗帘 想买 婆婆不同意 说这个颜色不好看 软磨硬泡 逼着小军劝杨阳放弃 结果没买成 杨阳实在忍不下去了 提前结束蜜月旅行 回国就办了离婚 其实我挺支持杨阳的 且不说丈夫是否是个妈宝男 婆婆一定是个强势 且控制欲极强之人 在她世界观里 儿子比老公重要 比自己也重要 是生命的一切 所以要牢牢掌控在手里 面对这样的婆婆 任何女人嫁过去 婆媳关系必然糟糕 心理学家认为 过分看重亲子关系的女人 当孩子寻找爱人 建立自己家庭时 会很难过 某种程度上 她认为自己 失去了生命最重要的人 即使出于本能 她也会阻止儿子和媳妇 建立良好而密切的关系 而儿子就会如朱宇辰一样 知道被控制 但不敢逃脱 因为她知道 自己是母亲心中最重要的人 一旦离开就是背叛 这这样的亲子关系中 婆媳关系必然恶劣 心理学家伍志宏写过一本书 为何家会伤人 问题很好 家本是港湾 是温暖之所 为何如今看来 家反而成了伤人之地 一是伤大人 下了班回到家 不是笑容与拥抱 是冷漠 零交流 脱习关系越来越糟 丈夫两头受气 争吵 背叛 抱怨 这像是家吗 这不是家 二是伤孩子 很多父母吵架 和孩子说 我和你妈吵架 那是大人的事 和小孩不相关 真的不相关吗 全然不是 心理学家认为 在孩子眼中 家就是指父母 有父母的地方 才叫家 父母天天争吵 关系冷淡 前一默化之下 孩子就会认为 家是一个 充满冷漠 争吵 暴力的地方 是一个伤人之地 造成这种悲剧 根本原因 就在于关系错位 也就是在一个家中 亲子关系 优于夫妻关系 好的家庭 一定以夫妻关系 为最优级别 心理学家伍志宏说 很多人有了孩子 就把关注点 完全放在了孩子身上 但实际上 一个家庭中 夫妻关系 才是这个家庭里面的 定海神真 夫妻关系是第一位的 亲子关系是第二位的 婆媳关系之类 更在其后 换句话说 在一个好的家庭中 夫妻关系 必须是家庭核心 有最大话语权 这是因为夫妻 是整个家庭的基础 家作为一种群体单元 所具备全部功能 例如繁殖功能 抚育功能 经济来源 抗风险能力 无不以夫妻关系 为敌视 夫妻关系发生动摇 整个家庭便会发生动摇 不要让孩子或者父母 霸占丈夫或妻子的位置 你可以理直气壮地 告诉孩子 爸爸最爱的人是妈妈 妈妈最爱的人是爸爸 爸爸妈妈彼此相爱 然后一起爱你 对父母来说 孩子一旦成年 即是独立个体 控制欲太强 手伸的太长 都是在破坏孩子 和另一半建立关系 最终的结果就是 婆媳关系非常差 上一代与下一代难以融合 妻子难受 婆婆难受 儿子夹杂在两头中间 更难受 对于这一点 主持人图蕾说得好 你妈不容易 那是你爸的责任 别把帽子扣在你妻子头上 同样的 这句话对父母也可以说 你不容易 是你妻子或丈夫的责任 别去找你媳妇或女婿的查 夫妻关系顺 家庭所有关系都顺了 夫妻关系离清楚 一个家庭中 很多关系也就都顺了 对于孩子 孩子眼中的家 不是别的 就是爸妈 夫妻关系好了 恩爱 相互理解与支持 彼此鼓励 家庭氛围就会温暖而有味道 孩子会感受得到 家意味着温暖 恩爱 如暮春风 相反 如果夫妻关系不好 家在孩子眼中 就是背叛 暴力的同一词 很多父母都说 我把孩子看得重 是想要把他教育好啊 所以才花费 如此之大的精力和时间 那么我告诉你 夫妻关系处理不好 在一个充满冷漠 争吵的家庭环境中 无论如何 你都教育不好一个孩子 对于自己与爱人 应当明确一点 父母年长你二十多岁 孩子比你小二十多岁 他们也许能理解你 但未必真正懂你 人生路上 能真正陪伴你走到最后的 无疑是爱人 把爱人 放到你关系恋中 最重要的位置上 是经营好一段婚姻 维系一个家庭的关键 婚姻好 家庭好 有人陪伴 听你倾诉 稍微知足点 人生的烦恼 立刻少一大半 对于父母 结婚后 与父母的关系 在夫妻关系中 必然要降一届 这道无关乎 媳妇和母亲 同时掉进水里 应该先救谁 这种无聊问题 只是一种原则 即 如果婆媳发生矛盾 应该先去安抚妻子 而后 安抚婆婆 换句话说 妻子 在你的家庭里 应当优于母亲而存在 这倒不是说 妻子一定比母亲重要 而是一种处理关系的智慧 当母子关系 凌驾于夫妻关系之上 你的另一半必然不满 不满就会发泄 造成争吵 在父母看来 这就是你欺负我家孩子了 婆媳关系更加恶劣 造成整个家庭关系链 陷入死循环 以夫妻关系为本则不同 我当然相信 世间存在控制欲极强的父母 恋子情节极其严重 但一般来说 父母看到子女过得好 家庭和睦 大多会有自知之明 不会把手伸得太长 偶尔一两次婆媳争吵 稳住了妻子 就是稳住了自己的小家庭 父母的目的 不是要和你另一半吵架 而是希望你过得好 你稳住了自己小家庭 就是稳住了父母 夫妻关系 是一切家庭关系之基石 没有夫妻就不会有孩子 更不会有婆媳 不管情感上如何变换 在伦理上 先后顺序上 这是事实 把自己以一个陌生人身份 将余生交托给另一个人的 是你的爱人 不是妈妈 也不是孩子 有一位心理学家说 对配偶的爱 是以紧密成为一体为目的的 是得到 对儿女的爱 是以必须分离为目的的 是传承 别把两种爱弄混了 用错了方向和方式 你痛苦 别人也难受 害人害己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美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美歌